在冷战时期,美苏两国进行了激烈的军备竞争 只要一国有任何军备开发计划,另一国就会立马跟进 在这种模式下,两国不仅研制出了一系列互相制衡的军事装备 有些武器还具有高度的相似性,一不小心可能就会认错 比如欧国的族160白天俄超音速战略轰炸机 和美国罗克维尔研制的B1B,相起兵超音速战略轰炸机 不得不说,单从外形上来看,这两款战机确实高度相似 美苏甚至还相互指责对方抄袭,首先,这两款战机都是俄美空军战略轰炸机的颜值担当 线条优雅流畅,从普世角度来看,几乎很难分辨出来 具体来说,多160核,B1B在设计上都采用了 随便后日益布局和一身融合技术,机组人员也都为4人 同时,这两款战机的立项时间,都在1969年,制造和实飞时间也相差不大 都在上世纪80年代投入使用,在俄罗斯空军和美国空军中,都占据着重要的战略打击地位 不过,作为同一时期设计制造的超音速战略轰炸机,这些相似性并不稀奇 在武器招备领域,也不划相同的例子 但是,从具体性能看来,两者还是有明显的差异 T160比B1B要更大风重一些,所以发动机的推力,最大飞行速度都超过了B1B T160的气动外形设计更为优良,在飞行时受到的飞行阻力更小 由于体型较大,T160可以携带148根的燃料 飞行航程最大可达16000公里,远远超过了B1B的12000公里 同时,T160轰炸机的攻击能力,也比B1B更强大,既能搭载远程巡航导弹 又能携带45根个型弹药,轰炸速度也更快 但是从目前的数量上来看,T160战略轰炸机的生产数量,还远远比不上B1B战略轰炸机 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后,俄罗斯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发展缓慢 导致T160的数量反而减少,后续的发展和改进也没有跟上 不过,近几年俄罗斯开始重新启动T160生产升级计划 T160的数量,又开始呈现增长趋势